總經理 陳陳哥 先代表大家 發表乾淨 讓最菜的跟大家先說話好了 我們唯一的一朵花 來 歡迎周文勝 總經理 然後現場的長官 以及所有很優秀的入委者 跟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型男大主廚的小菜鳥 周文勝 其實我覺得可以從來賓 然後變成主持人 然後這次再入圍 其實心情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節目 然後也希望說這次可以跟著前輩們 然後 幹嘛 可以跟著前輩們 還有很多很優秀的入圍者 然後可以參加這一次的金鐘 我已經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很榮幸了 對 下一位 講完了 講完了 總經理 然後各位長官 然後美女朋友 還有各位前輩們 大家好 我是型男主廚的吳秉成 請說話 說菜的話 其實應該我是最菜的啦 不過我在型男是混比較久一點 終於被我混上去了 然後在型男裡面 應該差不多十三年了 那去年剛進入這個主持圈裡面 那其實很開心 然後成哥一直在教導我們 那如何去表演 如何去對話 我覺得 收穫滿多的 那也很感動 就是這一次真的可以入圍的 也很驚訝 進入到這個主持圈裡面 一年竟然還可以入圍 真的是 老天爺有保佑 那其實在裡面呢 從廚師 然後到於主持人 然後再跟來賓對應 然後有時候還要控場 還要做菜 其實滿忙碌的 可是在這個節目 讓我們很充實 然後也學習得非常多 所以非常開心這次可以入圍 希望入圍就是得獎 就抱這種心態 感謝 感謝 總經理大家好 我是型男大廚的詹老師 在這邊辦這樣子的 提前進攻是一個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型男大廚十六年 在十六年前 我們錄影的地方 就在隔壁的棚 就在這一層樓 這是第一個 是十六 十六有代表什麼 我們這次有十六項入圍 是不是 對 而且 五十七屆 五十七屆 我們四個裡面 就有兩個五十七年式 唉唷 哇 那麼小 冥冥中 就已經注定了 剛剛無事比較客氣 他都入圍就是肯定 我告訴你 我們不要多 我們十六項 我們拿十五項 漂亮 是不是 在座的通通六項 這一次不僅只是 在這邊 先跟大家 海韓宣 接下來是 我們當天 大家一起慶功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誰叫你中午就嗑藥了 十六項拿十五項 你當金鐘獎 我們三年版的 所以三年就 哪有這種事情 內神通外鬼做不到 這個節目 2005年 結婚之後 2006年 誕生的這個節目 一直到現在 很高興的 有這麼一個節目 用做菜這樣的手段 讓大家每天 養成了壽司的習慣 這是一個讓人 很感恩 很欺負的事情 因為很難 因為每天做菜 換湯不換藥 菜不就那些 我們 番茄炒蛋 那邊做了 做了五十八次 都問是 誰做這些菜 所有的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美味關係 都有自己 記憶中的味道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 透過這麼一個平台 一個這樣的節目 讓這些師傅們 都能夠斜槓的表現自己 讓自己成為一個媒體人 成為一個大家所喜歡的 會表演的師傅 讓我們用每一個人來做菜 結合了很多人的情感 這個節目 有它存在的必要 很高興我們終於 又入圍了 要不然 我們之前都是 不是這種組合嗎 因為他們師傅就是師傅啊 所以之前的評審 對於我們的主持人名單 是有意見的 不認為大家是主持人 那只要我們把他們 拉上來當主持之後 你看就入圍了 就表示之前 切身為民 我們設計的不好 有可能是 阿基斯走了以後 我們 不是啦 這是一個很好的兆頭 希望這次呢 睽違依久的入圍 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再次謝謝三立 對我們節目的支持 謝謝 謝謝大家 恭喜平安大主持的主持群 謝謝總統哥 帶給大家 我們每天都出好菜 我們很長壽 而且一直很時尚 這是 曾寶儀跟我們的企劃 劉佳穎 來 恭喜兩位 來 我們一起發表改變 我們兩個看著他母女的感覺 都突然有一種 董事長總經理 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媒體的朋友 各位 這麼多年來 不管是你們看著我長大 我也看著你們成長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這一次能夠以我們回家把二入圍金鐘 不管是節目或主持人 我真的 其實鬆了一口氣喔 因為 三立在這一路上真的給了我們很多支持 而且也是第一次讓一個節目 第二季 進入三立這個大家庭 雖然我們兩個常開玩笑說 我們就是那個 輸出的孩子 但是三立其實真的都一視同仁 給我們非常棒的資源 非常多的支持 特別謝謝小梅姐 在這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節目本來是網路節目 我們天馬行空的 想做什麼就說什麼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想要開玩笑就開玩笑 工作人員要入境就入境 但是 在進入電視這個體系之後 做了非常多的調整 而三立也不厭其煩的 教導我們的孩子 然後 然後這一次能夠得到金總的肯定 說實在的 我送了一口氣 謝謝大家 我們沒有丟三立的臉 然後 孩子 說點話 謝謝這些長輩們吧 謝謝我的父母們 然後 我想說就是我們第一季 有入圍主持人獎 然後第二季是節目 跟主持人雙料入圍 有這樣的進步很大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雙輩的幫助 然後特別就是有三立電視的加入 可以讓我們如虎甜意 所以真的很開心 就是小梅姐 有三立團隊整個支持跟信任 所以很高興我們可以也成為了一段愛與夢想的故事 謝謝 真的很會講話有想過耶 對 非常謝謝加入三立這個大家庭 然後希望在那天金鐘當天我們能在舞台上再次感謝三立 謝謝 恭喜兩位 恭喜我們回家馬二 我們有請天生 代表大家 來發表入圍我們的節目獎的感言 好 我先來說 因為我們製作人比較害羞一點 我是上山下海過夜的雷艾美 大家好 能夠入圍真的是太爽了 因為我們算是蠻新的節目 所以從第二年時候我們有攝影師們入圍 然後這一次是我們節目 所以真的很開心也很感動 然後首先要謝謝我們帥氣一名的張華董事長 還有我們最美的高明慧總經理 有你們的支持跟愛護 我們才可以就是到處上山下海 然後把台灣最美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 還有我們最愛的小梅姐 梅姐 他是最了解我們每一個人 然後也最知道我們節目要怎麼做到最好的 從私下我們的賴群一直到他就是身體力行 跟我們一起爬上了能高 十天九夜都不洗澡不洗頭陪著我們一起 他是最了解我們的人 那我們的上山下海過一夜 我們的初衷跟目標一直以來都一樣 我們希望可以一直做更優質的節目 然後把獎拿下來留在三立留在自己家 謝謝大家 謝謝三立 謝謝 憲哥 好 董事長 總經理以及梅姐 還有各位親愛的嘉賓朋友 還有入圍的 太感動了真的是 因為我們上上下海其實 嚴格來說我們才算是熊菜 那其實我們從一開始製作人跟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很chill的節目 可能就四個年輕人到處錄影 一直chill的那種感覺 到現在我們是供了好幾個山頭 踩了好多個山腳點 甚至第一集就被推到海裡面 那時候攝氏溫度大概二十幾度 對我們第一個景就是下海踩鮑魚 對然後從那個時候就覺得我們有一個使命感 我們必須要帶著製作人的夢想 我們常會說這是製作人的夢想 然後我們踩著他的夢想往前進 對那這一趟旅程其實非常精彩 我覺得這個雖然入圍 但我覺得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繼續往前走 對然後真的很感謝小梅姐 就是有他的力挺 讓我們可以勇敢的往山上前進 對拿下更多山腳點這樣子 還有我們製作人編歌 他其實一直是我們的動力 因為好幾次我們想要放棄 可是看到他的身影一直在前面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放棄的理由了 對真的我們幾乎每趟他都是跟著身體力行 所以有他在真的是也給我們心裡一個很大的定性觀 就是他沒放棄我們怎麼能放棄 對所以希望呢我們 我沒有人在攻擊他 對然後非常開心也非常感謝 對謝謝三立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拍下更多台灣的美景給大家 然後帶給全世界謝謝 漂亮啦 黃 大家好我是上山下海過夜的阿傑 那今天非常高興 有機會在這邊 在董事長 總經理美姐還有三立各位長官面前 來發表我自己內心很重要的感言 其實當年 我們貝哥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要找我的 他跟我手邊摸 年輕 帥氣 口調好的生態獎師來介紹給他 然後他介紹了我來 我真的開了十個人的名單 但很高興的 讓我有機會 今天在這邊 參加我們山山下海過夜的團隊 發揮我的生態專長 把台灣最美好最棒的生態美景 還有我所知道的這些知識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的節目能入圍 這家的節目這個金鐘獎 那這是我第二次走金鐘 我真的有那種瘋狂的決心 想要衝上去把金鐘拿下來 第三次沒達到內心有一點這個失落 那這一次我們幾位好夥伴 大家一起奮力往前 跟著我兵哥的腳步 我尾班的步伐 在能高安東軍 留了滿身大安 還跟我講說 沒關係 你先往前去 我慢慢走 中年事都還沒有收 是 我們可以的 兄弟交給你了 謝謝大家 謝謝 三立的各位長官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山下龜的主持人Max 看 我有點走錯棚的感覺 因為待會兒還要入行 我大概是比較年輕一代 從棚內組到棚外的一個廚師 那當然很感謝三立各個前輩 在部分層面上 給我棚內外的各個指導 非常感謝 那也希望透過這次機會 我能夠再把台灣更好的美食美景 那不分你我 不分實地的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好 總製長歡迎楊小儀 總製長總經理副台長 還有所有的長官貴賓 大家好 我是在台灣的故事 第一位女主持人楊小玲 真的好感動喔 因為 在去年的時候第一次入圍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團隊夥伴們 經過了很多共患難不容易的時刻 然後其實都抱著很大很大的希望 然後去年的時候我就有記得 我在團隊的群組就說 明年我們在台灣的故事一定會再回來的 所以 今年我們又回來了 謝謝你們 謝謝 然後 我真的要謝謝我們團隊所有的夥伴 然後還一直陪著我長大的孟黛姐 就是看著我不斷的成長茁壯 一個人行腳節目可以做二十三年 其實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很開心在他這兩年多的過程當中 給了我好多好多養分 因為一開始我都在想說 在台灣的故事我到底要呈現的是 風景是人是故事還是什麼樣的重點 但我發現其實我真的是想太多了 因為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啊 我常常遇到好多很可愛的受訪者 他們根本不在乎鏡頭是不是在拍他 他就是有一個在那個賣芒果的阿伯 就是他就是一直好想要削芒果給我們吃 然後我們就說阿伯那個鏡頭在那邊 你等一下就是先介紹 然後再 他就是不管你 他就是要削 來啦來啦來家啦來家啦 就是 你就會覺得說 哇就是這些很可愛的瞬間 然後他們可能做芒果這個行業就是一輩子 他還是這麼樂於其中 所以當每次我們就是在出外景很辛苦的時候 就想到這些受訪者很可愛的樣子 就覺得 嗯 我們要繼續的寫故事 然後繼續的往下走下去 那今天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上來呢 其實我們團隊的夥伴呢 他們今天都還沒有settle好 所以就放我一個人上來了 對 他們其實都是一些很年輕的朋友 那也不斷的希望在這23年的節目裡面 找到很多不同的新的創意 那透過我這個有一點拱大 然後又好奇心很旺盛 在節目裡面其實常常很沒有形象的 做自己的這個楊小黎 然後藉著這樣子的眼光去看這個美麗的風景 那我有一句slogan 我覺得在台灣的故事就是 純真無敵善良無懼 在這個非常不容易生存的社會當中 其實只要有愛有善良的心 然後好好的去同理身邊的所有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一定都會繼續充滿溫暖 然後今年真的好想得獎喔 謝謝你們 有 謝謝 謝謝 謝謝楊小黎 好 入圍改選 首先謝謝董事長 謝謝總經理 以及謝謝我們三立所有的長官 孟黛姐 包生大家八年了 那 我算是今天好像大家前面都在比菜 我覺得應該在場沒有很pure菜吧 對我連今天要裝髮都不知道 你看有沒有這麼菜 對 那我覺得非常感謝而且感恩的是 身為一個完全不是電視人的樂團主唱 我壓根而沒有想到 我今天會以節目主持人的身份 站在這個舞台 甚至站在金鐘獎的舞台 是誰給我這個機會 是三立給我這個機會 我今天在電視圈 能夠所吸收到的一切養分 都是三立給我的 包生到這個節目是一個非常門檻 非常高的節目 我們常開玩笑的說 有哪一個受訪者又不缺錢不缺名 請問我要怎麼訪問他呢 對請問一下大家媽祖 我們可以幫你增加曝光度喔 好像不是很需要 可是在這當中 走遍全台灣所有的民俗場景 慢慢的這八年來學到的事情是 整個宮廟民俗需要的是一個最懂他們的媒體 我們自詢的民俗界第一品牌 其實是這八年來上百人的製作團隊 甚至跨部門 不只是節目部 是所有部門一起聯合起來 把這樣子的一個根紮進去 到第八年運氣好 有小弟我能夠代表這個團隊上台領這個獎 那我們常常說這個節目 到底除了神明給阿隆白白而已嗎 其實也不是 我們甚至在製作過程中 我們甚至跨節目的彼此資源 我這邊也要特別謝謝編哥 在我們扛著神明走上七彩湖的時候 要不是編哥給指導 說是在我們整廳應該都死在山上 對沒事跟人家爬什麼山的交給他們爬就好了 對不過很開心這一次我們能夠沾上金鐘 總代表的不只是我們節目的榮耀 我們三立的榮耀 我們三立的榮耀 我們三立行腳的這個底蘊而已 我們甚至是扛著台灣全世界獨有的IP 宮廟民俗只有台灣有 而且只有台灣最強 那保老神大肩負重任 那這個重責大的 絕對不會是在一個樂團主唱身上 絕對是在製作人跟子智手上 那就交給你了 那當然我們就這項金鐘拿回來 謝謝大寶的介紹 本來是再一次鄭重的介紹 我們是保老神大 我們是華人民俗第一品牌 好 謝謝大家 那今天呢 站在這邊呢 也要感謝董事長跟總經理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這個節目才能在這麼競爭激烈的環境之下 繼續走下去 好 那當然也要謝謝 我們先生們的一些基礎跟努力 我們今天才能在金鐘這個舞台發光發熱 那身為製作人呢 我最重要的任務呢 就是代表團隊來感謝大家 不管是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還是在外面協助我們的這些受訪者 或是公廟的前輩等等 都再次的感謝大家 那我想要把更多的時間 留給我的團隊 就是打造今年金鐘的內容 的執行製作人江振穎 是他帶著我們所有的團隊 爬到全台灣最高的廟宇 就是七彩湖 好 謝謝 謝謝 結果真竹只有製作人沒有上到七彩湖 好 那謝謝大家 其實很高興啦 就是說 寶寶聖大開播近八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一直有一個節目的核心 叫做民俗及生活 對 那其實 呃 聖大也不是說每年都沒有提到金鐘 其實我們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在做節目 但始終就是臨門已久 那直到去年吧 我真的很感謝孟戴傑 因為孟戴傑說 嗯 你們不是講民俗及生活嗎 那為什麼每次都去跟人家搶什麼人文計時講 對 我覺得真是一語驚情夢中的 所以因此呢 我們總想的就是說 欸 對啊 我們總是要過新年 要過端午 要過中秋 我們總不能每年拿著公司的三節禮金之外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說 呃 這些過年過節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它背後的意義又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民俗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也很感謝公司 就是說 讓我們規劃一個生命房客的特器 那也因為這個特器 讓我們 呃 挑戰就是全台最高的廟宇 那甚至也到了布農族的心臟 就是奇彩虎 也讓我們一腳 哦 到了立道的金門 去 體驗就是當地的民俗跟風情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這個節目團隊很特別啦 就是說 我們是真的呃 包含攝影 包含製作 team 包含主持人 我們是很紮實的呃 呃 住在廟裡邊 或是廟裡的周邊 那很多人可能覺得我們是笑的 因為 你們沒事住在神明旁邊幹什麼 但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能量的積累 因為 有時候我們走星角節目就是 可能人家覺得說好像你就是去問導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有時候schedule很趕 你可能到了當地可能拍個一個小時我們就走了 那其實我講真的 我很 在地的跟這些人一起生活的時候 我發現 那種認同感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也相對的不僅是 呃 增加一個團隊的凝聚率之外 我覺得主持人大包也相對學習很多 因為他是真的很辛苦的 因為其實說實在 一個主持人不需要那麼累 不需要一起跟我們一起生活一起睡 對 他就是跟上山下海一樣 只是我們是住在廟裡面 對 對 對啊 那你這樣好像要攻擊每一個節目 上山下海被你攻擊到 然後生活風格節目那邊還有一個前輩在那邊 怎麼辦怎麼辦 你自己收尾啊 對啊 那總結啊 就是說 呃 三立電視其實二十多年來的醒腳的經驗 其實是 是很大一個很重要的養分 那 也在今年我們終於爆發了 那也入圍了精重 而且是雙六的入圍 所以希望說這一次不要再離門一腳了 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十六個拿十五個就好 真的我們不要彈性 好謝謝 謝謝 謝謝王老師 他團隊 主持人獎 又是新節目主持人獎 歡迎王安哥 歡迎前傑 歡迎小潔 歡迎展元 喜歡運動 來運動 沒有運動就出不下班就出不少 教室就回來洪下去運動 去弄黃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展元 我是前傑 我是小潔 我是阿萬 歡迎Sota 成立新運動會 好的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感想 那我當體育主播二十六年了 其實早在十二年前 金鐘獎就已經是新設立了 行腳類節目獎 那時候我就發出了窺探 為什麼沒有體育類節目獎呢 結果到現在還是沒有 但是呢我可以以體育人的身分 步入到跨進到金鐘獎的殿堂 我已經覺得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滿足了 這真的也是我覺得是台灣電視史上的第一人 那就代表了金鐘獎開始重視體育 台灣的體育運動了 所以呢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謝 同時呢我們節目的收視率那麼高 所以呢也帶動起了台灣的運動風氣 這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也非常謝謝呢 單立的董事長已經總經理的支持 謝謝 好 剛剛也不知道再說報告的獎太多 有點延遲 因為我們等一下下午還要持續錄影 然後各位長官還有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所有入圍的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錢維娟 剛剛展年有講我們就是誇到了這個 好像這個主持界喔 其實真的不敢講是主持人 但是透過這個全新運動會日 這些藝人朋友們 讓更多人看到我們運動員的一個精神 以及運動的一個意義跟價值 我覺得這是我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 那因為去年我們如果用運動的場上的話來講 去年我們就是最佳新人獎對不對 那還有最佳節目最佳新的 創新的節目 那第二年開始我們就會想要拿到個人獎項 那到後來我們想要拿MVP 所以去年因為我剛好帶隊出去比賽 所以沒有陪R1去走這個星光 那今年這個可以陪大家一起 然後希望也可以拿下好成績 謝謝大家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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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各位長官們還有前輩們 大家好我是佳洪姐 其實我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通常主持人講好像跟我們 好像沒有什麼搭嘎 因為我本身其實是一名運動員 那我加入這個節目就是 OK了 OK了 然後後來來這個節目說要變成領隊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真的要做什麼事情 對 但是大家就是跟團隊一起成長 然後到這個節目 然後很謝謝這個節目 可以讓大家看到運動員的一些生活 跟訓練日常 然後把這些精神帶給大家 這最開心的事情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老萬 謝謝各位長官 乾爸乾媽的支持 所以才會有這個節目 那這個節目 那這個節目 呃... 害我 不是啦 我們現在好好講話 那主要是 這個節目 呃...說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就是霧打霧撞的 就這樣子一直修正一直修正 然後 呃...其實到後面 我們在裡面 其實堆疊出了很多情感 那也造就了很多實際節目 不太可能的奇蹟發生 那...全部都完整的 那這個節目 我們還是希望 最重要的核心是 只有團結 才是我們 面對困難的唯一方式 那...謝謝大家 希望我們台灣的內容 我們可以被世界看到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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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萬哥 下一個錄 周宥凱監製 潘小琴製作人 我們的代表 發表改年 謝謝大家 我是... 大嘻哈是代表監製 我叫周宥凱 然後非常謝謝3D電視 謝謝總經理 謝謝董事長的支持 然後這是台灣第一個 嘻哈選秀節目 然後很榮幸的 透過好看娛樂用心的製作 有機會入圍 那麼多的獎項 然後... 其實我們的導播 還有其他工作人員 也有入圍 但是... 他們正在工作 正在錄影 所以不方便來 那...也謝謝大家 然後希望這次有機會 可以... 呃... 為MTV 拿到第一個金鐘的獎項 然後... 謝謝 然後先讓小晴來 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製作人 看小晴 耶 謝謝 謝謝 丹麗電視台 謝謝MTV 謝謝董事長 以及總經理 其實給我們這個機會 可以挑戰台灣第一個嘻哈節目 然後... 可以自主... 我可以從... 綜藝圈跳到音樂圈 我覺得... 倍感榮幸 謝謝大家 然後... 這個節目其實讓我又愛又恨 其實因為... 又愛的地方是... 就是我可以挑戰不同的領域 然後恨的地方是... 我要離開我最愛的綜藝大人們 然後... 很多話我想說 就留在金鐘舞台上講 然後... 謝哥和你錄到我們台上見 謝謝 恭喜... 恭喜她的期待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製作團隊 余偉 李信心 黃孟爺陪頭 請來我們一起給他們的請掌聲 厲害了 這個...加油了 今天我們這個經常入圍 但是能不能得獎 有時候還要看人家的臉色 不用擔心這一些了 對 對不對 1962年台灣第一個電視台 在巴德路出現的時候 剛好當天我就生下來了 我 對 這麼少1962 對 對 這是16 我們是剛好9月26 你看差不了多少嘛 真的 對 然後一堆朋友都在那裡講說 我醉菜啊 太虛偽了 真正醉菜的是我 蛤 我是天菜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就要講多了 今天我們所有的長官都在這邊 好不好 我所有的話通通流到 我把講座拿回來再講 好 我們就講話了 我們當天在舞台上面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我們如果這一次沒有辦法得到 評審的青睞 我們去現場 我們用搶的 加油 可以 我們請那個雙面人講一下好不好 不是啦 不是這樣講啦 等一下 你應該是說要多喜LuLu 所以是雙面入圍 雙面入圍 還有入圍兩個 雙料不是雙面 雙料 雙料入圍 不是雙面入圍 等一下我雙面人太過分了 怎麼樣我都是八面人 我們是八面女樓 因為我覺得憲哥很可愛 因為我們說這個是傳統的大型綜藝節目 你包羅萬象 我們是不是也有煮菜 我們是不是也有運動 你需要讓大家知道 台灣 全台灣電視圈裡面 只剩下一個傳統綜藝 跟我們董事長報告一下 就叫綜藝大熱 好 裡面 什麼叫傳統綜藝 綜藝節目就這三種 傳統綜藝 然後Game Show 還有我們的那個 沒有 我要補充兩句 因為我們不一定會得上 那麼久 其實講仙怡 那麼久沒有看到 爸爸跟爸爸多聊聊 他不是啦 我跟妳女兒聊聊天 老婆跟住在一起真的滿像 真的像 他們還穿婦女裝 人白痴都穿綠色的 你講得講不要用這種聲音 對 對不對 講回來 傳統綜藝 傳統綜藝就是Game Show Quest 或者Game Show 這個全民大明星 全民旗 這個比較斷改名字 因為他有創意了 應該要得獎 好 其他Game Show Quest 問答案 像晨晨在 他不是只有做我們三立的節目 他別台那個 你就要再 你就要這樣子講話 別台那個去年還打敗我 對啊 然後女性講 阿翔 趴潮的時候送杯照的 這樣就比我們了 不要 不要 師傅 這個故事跟我說 不要說他都在做 獎盃拿回來再講 再講 然後 然後講一堆 不行 不講 給他講 他姐都沒有講 給我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除了感恩 還是感恩 真的感謝三立電視台 可以讓我主持 大概快十年的 這個綜藝大熱門 謝謝 然後呢我非常開心 能夠跟憲哥 跟LuLu 一起主持 快十年 我們就好像家人一樣 你看 從憲哥當爸爸 到現在當阿公了 真的耶 對 我們都有一些改變 我們都有一些改變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我現在變成一個主持人 我拿著麥克風 我敢講話了 以前我也要有角色在身上 要不然我不敢講話 現在我都不用模仿了 還是要 不要再Cue我了嘛 對不對 反正我就是很開心 就是說我可以拿著麥克風 做自己 對不對 當一個主持人 開心 開心最重要 對 開心最重要 對 開心最重要 希望到時候大家可以上台 跟人家多分享 好 那我們把話留在台上講 阿威啦 我們努力加油 謝謝Anima 謝謝 謝謝 來 請講講話 董事長好 主持人好 我是KID 然後今天我想要講的是因為 玩很大已經八年了 然後非常榮幸 真的是可以入圍滿多年的節目這樣 然後去年可能是我們玩很大 比較低潮的一個階段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們還是很平民 然後還是繼續的玩很大 然後把這個獎 就是可能希望今年可以再把它拿回來 要要要要要 對對對 因為去年是有點小失望 對對對 所以今年希望可以把它就是拿回來這樣子 是是 就這樣 來 不然要講什麼 要報告一下 這個抓黑錢小命 他一月要當爸爸 對對對 對 對 因為那個 如果DNA驗出來都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慶祝 好不好 不會有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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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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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那個小姐能可以帶給我們這個好運氣這樣 已經順利卻床 已經順利卻床 順利得獎啦 順利得獎 我們拿獎回來 我們這個節目也很辛苦 他們都住在廟裡 我們都住在那五星級的床 好可憐 我覺得 好像去年特別硬 因為太多節目都起來了 去年我記得有好幾次是錄影 錄到凌晨四點半 我們也很辛苦啦 真的是蠻辛苦的 他們那個節目叫台灣廟很大 神很大 寶島神很大 我也跟董事長建議 不要這樣子你們只做 你也可以台灣教會 教會也來一下 各式宗教都要 清真室也都要 好不好 所有的宗教我們都要顧及一下 教很大 對 台灣教很大 好不管怎麼樣 我們慶功宴的時候建 沒有得獎的話 我們不敢來見董事長 好不好 一起努力加油好不好 弟兄們 加油 十六項 我們至少要達到八項以上 我這樣合理了吧 八項吧 一項 兩項 四項 有啦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這個是一個娛樂圈 我們大家不管怎麼樣 有沒有得獎無所謂 要非常的開心 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 藝人是娛樂大眾的事 娛樂就沒有分任何的黨派 商人無國籍而藝人無黨籍 真心真意 為這個國家奉獻努力表演 當有一個人因為你的歡笑的時候 我們就成功了 好 你最好 加油 好 合理聽章 這是榮耀的時刻 好 總組長為大家比了一個讚 我們看一下在前方聲歌揮個手 來 我們讓大家看到 四 好 在前方聲歌OK了嗎 好 我們看一下大家前方右手邊的攝影機 好 一起 好 3 2 1 好 OK了嗎大家 好 謝謝 來我們一起合影一張 聲歌揮個手 讓董事長看到你的攝影機 來 好 OK了嗎 謝謝 我們為獎狀 我們一起看一下正前方 來跟董事長合影一張 一個讚 恭喜這美麗團的主持人 我們一起跟董事長來合影一張 正前方聲歌的攝影機 大家請 好 好 下一個受獎單位 請到一位去 來 董事長為大家比賽 為你們集氣 為你們祝福 希望你們能夠獲得大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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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嗎 好 張家明 王文鋒 李志偉 還有一班節目獎的導播獎 是為武美軍 我們在這個典禮之後 我們跟憲哥和你錄錄一起 在台上留下一張重複的合影 同志長為你們握成加油打氣 希望你們能夠順利拿獎 好 我們一起 我們往這邊一點 好 好 來 中間 來 正中央 我們看一下聲哥的攝影機 來 聲哥揮個手 視線一起 看一下我們的官方攝影機 來 正中央 來 我們大家 好 正中央 來 我們 董事長比出了一個讚 董今天也比了一個讚 我們大家一起比讚 先看一下聲哥的攝影機 來 聲哥揮個手 視線一起 看一下我們的 官方攝影機 謝謝 正前方一起 來 正前方最前排的所有的這個 平面攝影機 我們大家事先一起擺出你們 最賽最開心 最想得獎的表情 接受了我們的董事長 跟總經理的祝福 一直大家 都能夠 輕鬆敲響 順利拿獎 來 右手邊 好 右手邊 我們事先一起看一下 好 沒問題 好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呼喚大家的攝影大哥 好 好 來 這邊 好 正中央來 我們再看上聲哥一次 謝謝 麻煩董事長 董經理也一起看上 聲哥的攝影機 好 好 這部分照片都可以了嗎 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開上所有大家 掌聲謝謝董事長 謝謝董事長 謝謝董事長 不 好 其中間 呃 好 正前方 好 正前方 好 要露出你们帅气美丽的脸庞 谢谢各位 这是我们今年三历电视 我们总共整个节目入围的16项的大奖 今天齐聚一堂 台上的各位都入围的个人奖 主持人奖的部分 今天我们也在此为他们祝贺 替他们觉得欣慰与开心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拿奖 利尔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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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盛了 有奖吗 是 有奖吗 好 谢谢 好 好 再见吧